所以,在1979年,我专门出了半年的时间,到香港的电影视片上带了那么长时间,专门研究拍《少林寺》的问题。 在1979年,我去香港,专门出了半年,讨论他们的电影《少林寺》。 这个时候,香港在七八年已经开始拍了一个《少林展》,也就是《少林展》的一个年轻人。 但之前,两年前,他们已经发生了《少林寺》。 但是,它已经是在香港。 结果,这个片子拿过来以后,让日本知道,日本有一个叫《少林全法联盟》这么一个组织。 它有几百五十万人。 当时,香港的电影也发生了《少林寺》,那时,《少林寺》也发生了《少林寺》,也就是从日本。 可能很多人都听到。 可能有几百万人,在日本。 然后,他们听到这些报道。 当初,当初,日本的《少林寺》全法联盟的盟主,叫钟道成。 钟道成呢,他听说了,因为拍电影以后,他肯定要宣传。 他不宣传,他卖了谁去。 所以呢,宣传。宣传以后,钟道成知道,他说,我能不能先看一看。 他一看,他觉得这个不行。 你如果,你香港要把这个片子拿出来放, 特别我们日本要买了你这个片子,要一放的话, 这个《少林寺》太差了。 还不如我们日本《少林寺》全法联盟的这些老师。 所以,他建议你们把这个片子,不要搞。 就给它处理了,不要拿过来。 然后,我投资,重新,希望你们再拍一个,比这个好的。 journal老师。 按紧,其实, Shirunden也许,興趣的,是我的学生和学生的ростad。 仲良人特养是 他寻思了他的。 that they promote, before they really published, nimble publicization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he said, he watched the movie, he said, well, this is no good, this Hong Kong movie like this, it's not good. You've got to really redo it. Because it was not even as good as ours, because that movie was produced in 1977, probably, probably,77,78, before the Rio of Som tembo came out. 如果大家演出另一部电视剧,我会把钱放进去